多謝主席 各位議員 近年本澳對遺體採採火化的比例逐年提升 據統計的普查局資料顯示 本澳在2015年的死亡人數有2002人 業界表示其中有1405具遺體 運往珠海火葬牆進行火化 殯葬形式已經由土葬逐漸變成以火葬為主 早前行政長官提出適時考慮在本澳設立火葬牆 而興建火葬牆在諮詢、研究、選址等相關規劃工作上 仍然處於空白的階段 市民的接受程度也未有共識 要建立火葬牆暫時實惑未有一撇 相信在未來一段長時間之內 仍然是沿用於運往鄰近地區進行火化的形式 對此特區政府應該實事求是 先著眼於改善現時的殯葬服務 認真地面對人口老化的問題 優化相關的民生服務 現時澳門的遺體需要運往珠海做火化 在通關檢疫方面 遺體出境的時候 珠海海關是有權要求開觀檢查的 這對死者家屬造成一定的困擾 而且開觀檢查也可能存在衛生的風險 加上現時未能安排使用特別的通道過關 對家屬也造成不便 在這個問題上 政府是需要從兩地的運輸、衛生、防疫等多方面去考慮 提供相應的措施 優化在澳洲兩地運送遺體的通關工作和檢疫等的程序 為市民提供便利和保障衛生的安全 另外在傳染病的預防方面 政府計劃興建傳染病大樓 但是由於考慮到 根據國際衛生條例 需要用專門改裝的運輸工具 運送受染的屍體 政府需要確保本澳的相關設備達到安全的標準 而且如果將來 不幸在本澳未有火葬牆的時候 爆發了傳染病 這個更加需要及早去籌謀 在殯葬服務的區域合作方面 應該早作配合 因此 政府應該盡快為傳染病的防治工作做好各層面的準備 完善遺體處理的相關法律 制定在各種情況之下 採取的遺體處理方式 對因為傳染病致死的遺體 在醫院內的處理程序 移運和殯葬等的作出規範 給予醫護人員和殯葬業界清晰的衛生指引 嚴謹做好防疫控制的工作 以保障公眾健康 多謝